很多的触摸说老花依 茶花我总也养不好 倒手以后我该怎么养 很多的话 倒手之后估计都会换盆 我随便拿了个盆给大家做演示 你不论用什么样的盆 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土 就是茶花呢 你一定要明白 它的这个根系 是害怕积水殴根的 你别回去以后 用这么大的盆用泥土去种了 你干嘛呢 我跟你说几个事 第一 水洗的那种出河沙 就是杀 越出越好 甚至用石枝 甚至用树皮 甚至说用珍珠盐 就是怎么透气怎么来 怎么浇了水 呼噜一下能露出去就怎么来 全部都用那东西 只要能有稍微一点的保湿作用就行 你回去以后干嘛呢 你把这个花盆 这个纸盆给它剪掉 然后呢 你这样种进去 用纯珍珠盐 就是我说的 纯颗粒类的 有的话说 我不知道什么你说的那个意思 你给我看看那个东西 那就是这种东西 你看这个纯颗粒 就这样的纯颗粒 就浇了水能露出去的那种感觉 有的话说 那个纯颗粒里边没有营养怎么办 那你就花点钱 买这种纯树皮 你就用这玩意养 它不会死 你知道吧 有的话说 它那里边营养不够 那你可以施肥 你可以通过繁肥水啊 或者是一些缓施肥啊 这种类似的 一些个东西 来给它提供肥力 你明白了吗 再一个点就这个 再一个点呢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 或者说的那个梳垒 你看这种 一个头上面不有三个花包吗 你就留一个 明白吗 如果太多了 它不能及时攻上去的 你看这种都是 这一步叫梳垒 然后呢 你按照老花一 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个之后 你把这个花盆啊 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是浇了水 能及时漏出去啊 就是它一点水都不存 你可以多浇水了 明白了吗 因为它就不存在烂根了 很多的臭包 我知道的臭包 它多半都是因为 用的盆土那个原因 其他的没什么 光照正常给 你晚上的时候 你找个很大的塑料袋 找个那种很大的塑料袋嘛 就是很大 要大一点的 你整个给它套起来 喷水的时候 可以往叶子的背面去喷 喷了以后 晚上用袋子套上 白天打开 晒太阳 正常看就行了 嗷嗷 肥料该给它给 就按照我跟你说的 这个盆土的这个方法 它百分之百能活 它对新手来说很友好 那有的话说 我想养好 你先养活 你先养活了 你就慢慢地 咱能跟你琢磨着 给它养好了 明白了吗 先养活 先养活 好了 希望花尔美养的茶花 都活蹦乱跳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然后最转意 白了吃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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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